我想苦盡今來 真的到了過去這幾年 也看到自從陳天鵬做了時代 又獲得了很多獎項 角色越來越受歡迎 香港、馬來西亞、內地 不同的地方 之後到了遇上你太太 然後又生小孩 我想今集多說一點的 就是你跟文游的Tatcher 就是那個香港小姐 2016年那次的選舉 她說我是擔任主任 好嗎? 所以有點冤枉 你已經是月老 關誰的事,你自己追求 男、男、女、女都是關你的事 別瘋了 先說一說 那一次你當刑判 她是選擋者 好像說最上鏡小姐的時候 你是給得很高分 很高分 對 那一刻是一見忠情的 那一刻對她說 這個女生真的中了你心裡的樣子 有的… 但你說是否很喜歡 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很多段 月人無數 對,無數就行了 但那個心不是小時候的那種心 小時候,巡頭髮很漂亮 仙女不是那種感覺 但她不知為何在台上 我覺得她好像很沒信心 你很想去保護她 給她一些信心 突然有這種感覺 當然我只是一個評判 那時候說不到事 我給滿分,你也不會拿獎 其實是否知道 大家一起去計算 那一刻是進入了路 但那時候她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我看得到 肥膩的樣子 肥膩的樣子 對,肥膩的樣子 因為公司 之後就有很多聚會 我們有銷售性 又在台興一起 大家又聊天照片 在IG很簡單的聯絡一下 何時抄牌 其實也沒有正式抄牌 好像差不多年多後才抄牌 選完年多後才抄牌 我記得抄牌 也是在社交平台 在社交平台 拍照後,拍照給大家 這麼漂亮? 對 差不多了 陳展鵬 我們全部都是拍清朝戲 我們都是情懷的東西 是嗎?其實虧了很多 連念也有港姐,對吧 想起來 精朝戲 關甚麼事 人比較傳統 傳統一點 內斂一點 內斂一點 在這個圈 因為當時我訓練班時 我看見很多 有時候小時候甚麼都不懂 看到美女就去聊一下 追一下,抽牌 很多都會出事 怎麼出事 你也不知道那些女生 其實導演也正在追 可能是在監製的女朋友 所以自己在這行 經常都很小心 只是工作而已 不要想其他事 留下一個圖片 給自己 在生命中 覺得真的要跟他終身的人 這件事是重要的 否則你也很麻煩 不如剛才這樣說 連連港姐 你都是朋友 朋友即是有一個出現的時候 你跟別人說 別人都不相信 那這些機會就會失去我 所以我一直都保存這些機會給自己 無論是對方也好 自己也好 市民又是我的時間和緣分到的 其實我想結婚也結婚了很久 我跟她結婚大約是40歲左右結婚 41歲就叫她結婚 其實我36、7歲已經準備好了 那人從剛才到達 真的抄牌 去了解一下 約一下聊天、吃飯等 對她的印象是怎樣的 這個女生原來除了最初可憐 還沒嘟嘟的感覺 還能給予甚麼 可能有一個加的感覺 你才會去想 如果這個女生做我老婆 就不一定了 她真的很純粹 很乖、很簡單 這些東西完全不複雜 我明白為何 以前看星爺的電影 我要初戀 就是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不要複雜 你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好像很多東西都好像… 我可以回到我小時候 其實我也是一個臭小子 不過沒辦法在寫好工作 又拍戲又成的 你要弄得自己很複雜 其實我也是很簡單 我喜歡玩遙控車 放狗、種花 那些人來的 就是打球 跟她在一起 我可以回到我自己很簡單的東西 而且她給我很有信心 為何這麼說 其實我們自己做這項 有時都要很小心 認識一些女生 譬如這樣說我沒試過 我也不知道是否 但我只要小心 會否有時會拍照片 會拍照片看你做這項 但其實我們很簡單 我們其實… 譬如我見到一個女生 難道我見到你就跟你結婚嗎 難道見到你 就說你是我女朋友嗎 不可能 我們都要一個交往的階段 會衍生了很多問題出現 我們自己都要很小心